除了稻谷,最近水果也是盛产 而彰化是农业大县 为了稳定最近盛产的荔枝的价格 给予农民保障 粉约向农会以一斤18元来进行黑夜荔枝的收购 而且不管果粒的大小 只要不是烂掉或者是清果 农会都是照单全收 而县府也邀请了县内供测汇 以及各个工商企业一起来共襄顺举 更加鼓励全国的生亲 向农会来选购 将荔枝一口塞进嘴里 吃得津津有味 这是彰化县分原乡所盛产的黑夜荔枝 也因今年水果产量大出 而彰化县更是农产大县 加上今年雨水量少 荔枝卖相不佳 为了稳定价格给予农民保障 分原乡农会以一斤18元来收购黑夜荔枝 不管大小 只要不是烂掉或者是清果的荔枝 农民皆能贩售给农会 农会也表示 除了将荔枝装箱来贩售以外 也会加工成果汁相关产品 内侍官的经历是一定会比较高 更是它的销劳 因为现在我去处理的时候 内侍官的接收度比较好是 煮米的 煮米製的内侍官在外面接收度比较高 在黑夜荔枝的内侍官 我们的接收度比较高 所以说黑夜荔枝我们准备做后续的 一些加工性的产品 所以就是我们这边收购的目的性在这儿 后面我们农会来做一个新的 荔枝的新的産品出来 做出来的时候也会接强烈去推广 彰化县政府也为了协助农会 特别邀请县内公车会 以及各工商企业一同来认购荔枝 企业给大家来认购 目前现在有企业要买4000的内侍 我在这里也向我们全国家 鄉亲师大 大家来我们两个同学来买内侍 这内侍现在大家在协助 介绍非常合理 刚刚软的天气来吃内侍 甜甜还有水分 吃了可以让我们新款生意 彰化县荔枝生产面积总共942公顷 其中一分原乡的黑叶荔枝 和糯米荔枝生产面积最大 约434公顷 经年量多 彰化县县长魏明固也欢迎全国乡亲 来向农会选购 在这夏季来享用好吃的荔枝 介绍彰化县长报道